哈喽大家好 我这颗火龙果苗是早两个星期跟大家分享过 接接成功的那一颗火龙果苗 刚才有一位网友问我想看一下这颗火龙果现在长得怎么样了 现在就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生长情况 两个星期过去了 它已经在它的底端里面长出了四个小牙苗 我现在要把这些小牙苗给掰掉 因为我要想它那个营养集中在它的主干上面 这样子才能长得健康饱满一些 这些小牙苗现在很嫩 这样子轻轻的用手一掰它就掉了 还有一个小的在这里 这样子就好了 现在这颗火龙果看起来它长得非常的健康 长得非常的好 我会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火龙果的生长过程 谢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